大家好,下面来讲解内门的标注 在天章中,内门标注命令 它用于标注平面实内的门窗直升以及定位直升线 我在这里执行内门标注命令 然后根据要求拖动,比如说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你看,它把这个内门给标注出来 在这个位置,我可以根据要求选择这个多宽定位A选项 比如说我们再来选择执行内门标注 我选择这里一个多宽定位A 你看,它从这个位置多宽是多少 是650,门宽是1200 我们这里再来执行内门标注 它这个多宽,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它内门 你看,这个我画的这一段线 注意观察 内门标注 这段线,如果靠门的一个门 从中间向左右两边分 是靠近哪边的,它就标注哪边的舵具 如果我现在在这里再来内门标注 从下车一点,你看 它就标注的是这个位置 这一段对象 所以说我们这里内门标注的时候 怎么选择 当然也可以从这边这样来标注 也可以根据要求来调整 比如说下面来 OK 所以说这个方向和位置 大家可以根据需要来做一定的调整 这就是一个内门标注操作